而全国疫情警戒第三集的时间延长了 花莲县各级学校及公司离幼儿园停止到校上课 也延长到6月14号 不管是老师、家长还是学生 尽管担心学习品质下降 也担心长时间盯着荧幕对视力会有影响 不过碍于疫情也只能够暂时接受 期盼疫情赶快趋缓 从教育部紧急宣布停课 到各校实施远去教学 让许多老师和家长以及学生 第一天都不太适应 不过随着全国疫情警戒第三集时间延长 停课时间也一起延长 碍于疫情扩散的风险 老师、家长、学生 也只能逐渐适应远距的教学 所以你觉得这样线上学习的效果 学习效果 对你感觉 这样子不太好 而且校长之前跟我们讲说 要在我们学校读的时候 觉得这不可能 因为既然学生没有像以前的学生 有自愈信念 这样子 现在学生没有自愈信 所以你这个现场教学 目前还适应吗 这个是要适应 目前我们刚刚跟同学们的讨论的结果就是 如果是一问一答 可能还算可以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用题目 所以我们接下来课程就是会用题目的方式 就带题目然后检讨题目里面的内容 跟他们的观念的陈情 但是我还是比较希望是用这种面对面的啦 因为如果只是丢题目或丢作业的话 我会觉得那个东西比较没有办法及时 像我现在是坐在图书馆就没有使用黑板 那我刚刚上课的时候是使用Google Mint 它里面有一个Genboard 那Genboard它其实就是像小白板的功能 直接在电脑上面使用 那老师就是在电脑里面输入或是书写重点 那学生其实在他的电脑或是手机平板上面 都可以及时远端看到老师所写的东西 我想第一个就是老师的熟悉度 第二个就是这几天我们从双北的一个经验来讲 可能频宽的部分目前是我们需要去改善的 所以我们建议老师最近的话呢 可能先用比如说派发作业或者多元评量 或者多元教学的方式来进行 那Meet的部分呢我们鼓励老师使用 但是万一碰到频宽的问题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需要随时去调整多元教学的一个方式 我想照顾好学生 包含午餐都是我们学校应进的一个义务 那到目前来讲 学生家长对整个的状况都还可以上线 而且如果家长有需求 比如说也有一两位学生家长到学校来 借款不可一些上线所需要的器材 我们都尽量以以提供 花联政府教育处也提出几项因应措施 包含远居教学 教师加强操作真能 规律用眼30时保护眼睛 多元管道提供国小低年级不擅长操作线上学习的学生 以及持续扩充线上教学资源等方式 期盼持续落实停课不停学的教育精神 也希望防疫期间共提时间 接着讲方言华林士报导